台中新聞先來看這個何美町有發生技術 提倡來手機的案件 今天再去四點月 何美町中米路一間加油站 比這兩名拍賭是 驅逐來手早500塊的現金 這對中有志願也在表示 已經是首定一台黑社交車 能在調接這相關的資料檔中 何美町發生這驅逐的手機案件 但是現時時間到11點月 才調多這檢視器的外面 能夠破案的手機也沒關係 很多的案件都沒辦法破 早前四點月 兩名拍賭是在塞車建立加油站 叫這個加油完過來 為了特地家裡面 就要出一支 意思是音樂的手情 叫這個加油完愛中金告出來 加油完是告出新古店的500塊塊 拍賭全在做營造 加油完表示 因為早前在辦 加油完收錢了 都是一種現金 在這裡放進去金庫裡面 因此並沒有和這拍賭 抽到收多少錢 毕竟就是一個人真的很危險 所以就是你有收到金座 這個就會直接投進去了 投進去哪裡 我們的金庫 就直接投進去了 所以當時是沒有其他多餘的錢就對了 對啊對啊 就是剛好 就是剩零錢跟那些而已 已經已經那個 那時候已經5點多了 和美町分局 警察隊長 牛志願表現 已經是設定一台 黑石教車換案 拍賭我們兩個人 就已經去路口監視去 來調查這車好 來對教車拍賭 今天的凌晨4點54分許 在張美路二段232號的某加油站 有發生一起 那個教員工遭兩名歹徒 那持儀式 儀式 這個 槍支的這一個東西 那 來行搶那個教員工的身上的 那教導上這個現金大約在五六百塊 那實際的損失目前還在清典當中 合美町這間加油站 有警局連續作業 暗發那些東西 並沒有發揮作用 合美町分局一直到宅店左右的時尊 這派的環境來調和加油站的鑑識去衛兵 自這暗發到調和鑑識去衛兵 只僅是經過到八點鐘了 合美町分局並非收納這個破案的時期 這塊版台東都有賓重標示 也無怪合美町分局 很多大案件 是都沒辦法進破 就是新聞大清龍 合美報道